俐落的手法為顧客進行全套的頭皮保養與美髮清潔 最後再催燙出一個完美的造型 美髮師靠著多年經驗訓練出的一生好豐富 未來也能透過國際認證的方式與世界接軌 肯定自我價值 專業專認證 也就是你專人去認證你專人 不會說外行來領導內行 所以這個證照制度的差別是在這裡 我們的國家證照它是一個製造結果 但是在整個民間這樣一個認證過程裡面 它是製造在整個品質的過程 讓它實際上接軌國際也接軌它現場所需要的 這樣一個技能的表現 透過場觀學合作的方式 推動形象造型國際培訓師認證課程 讓美農美髮產業再升級 技術走向精緻化 工會預估職場人士取得執照後 薪資待遇約能升級7到11% 在校學生也能落實學以致用 畢業後直接進入職場就業 在大學的時候 那店家的話是輔導我考取這個國際認證 對 那對於畢業之後我覺得 因為它可以馬上立即投入到產業 那對於我們的市場來說我覺得 比較快速啦 就是不會就是畢業之後還不知道在幹嘛這樣子 我來參加這個實質培訓是 他們是完真的 我整整熬夜熬了兩個多月 那整個上完課之後我發現 整個是毛色頓開的感覺 有一種脫胎換骨的感覺 有建於傳統證照的訓練與考核 跟現實已產生落差 藉由工會帶頭與企業共同合作發展 每年投入高達9000萬的發展經費 培養頂尖的國際造型師 讓台灣的時尚產業能快速跟上國際腳步 創造台灣自身的美麗卵實力 凱波大太尾 數位新聞 郭泽銘 採訪報導